嗨 各位车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师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 我4月23 4月24 比DD2比赛的心得 还有这一段时间 就是学习的成果 还有一些感想 想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下 OK 首先是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还好我一月就开始练 因为如果不从一月开始练的话 我看真的没有那么好学 我本来以为 我是不是已经开单速车 可能已经5年了 我想说 应该是可以很快就学起来了 对吧 应该不用练那么久 是吧 然后Jimmy跟我讲说 没有 你要早点练习 那时候我还想说 哪用啊 但是Jimmy是索瓦很实在的人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我这一次去比赛啊 里面比赛的车友 可能都已经练习了 有几年了 对吧 那我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真的是太简单了 我这一次比赛的成绩大概在中段而已 大概在中段而已 但是我觉得进步很多了 真的进步非常多 而且中间吸取了很多的经验 就例如说DD2他有前煞嘛 对吧 那在比赛的时候 练车的时候 那个前煞比例不对 我们有发现 你看我一个43岁的 有没有数学老师 不容易感受出来 真的 你开车真的要有一段时间 你才会对那个车子有所感受 所以不是想说 你练一下就马上可以 学会这些这么细微的感知 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赛车嘛 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计较那一点点 那一点点 如果是推前面那一大段 其实基本上还蛮好推的 但是如果推后面那一点点 那真的要 很刻意的练习 而且反复的练习 而且很专注 所以这也是我想跟车友讲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从事赛车的话 我劝你尽早 尽早进来 你才会学到越多的东西 因为它东西需要累积的 而且需要刻意练习 那我觉得 我现在反观 我在整体的程度里面 我觉得我算 真的已经算进步很快了 但是我进步很快 那并不是讲说 噢 我的姿子有多好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有很好的教练 他把一些经验 或者是他不厌其烦的指导 带着我开 我才有办法在这短时间内 很浓缩的下去累积 所以我就讲很刻意的反复专注的练习非常的重要 你的进步可以很快 而且越早开始越好 像我开车 我是比较 心态比较年轻的 对不对 不能讲不服什么 对不对 我们是心态比较年轻的 我们希望可以跟年轻人做出一样的描述 对吧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开车最主要就是要去体会那个感官 就很像有些人有去过外太空 有些没去过一样 去过的人就可以讲 我去过外太空 我看过这个你有看过吗 赛车也是一样 我到了这个秒数我看的影像跟我那时候给我的震撼 不一定有人有办法体会过 对吧 这我觉得就是开车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一直心态都是很年轻的 我想要就是往前追的 OK 那我觉得这一次啊 就是除了就是刹车比例我没有感受出来 还有一次中间下场的时候 那个因为打档 稍微润滑了一下 那档位形成变长 结果 我急跑就 就失败了 也就是已经很顺的 然后我敲二档 那档位卡在中间 没有进档 我当下整个就崩溃了 我怎么会这样 然后当下后面车子全部都过去了 人生嘛 对不对 是吧 你要有这些经验你才知道 哦 原来那些档线润滑之前 你要先拉一下那档位的深潜 不然我觉得刚刚那个深潜就会进档啦 我就没有想说要再半生一点这样子 你看这些都是经验 然后再来还有到一个场地的练习时间 像这一次比赛这个场地 比赛前我去练了四天 太少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进步算很快了 我觉得真的算算蛮快啦 我是很满意啦 我对我这一次比赛的分数我是打100分 OK 但是100分并不是都给我 我34分要给我的教练 Jimmy 感谢他就是很努力的指导 然后让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上手这一项运动 而且可以跑到群体的中段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能可贵 三个月而已 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OK 再来另外33分 我要给的是我的祭司团队 我当场的祭司有Jimmy嘛 就一直在弄我车 阿智 齐炫 是吧 然后别的车队的恐龙 然后小弟 这些顶尖的祭司都在帮我服务 我真的觉得我超感动的 我觉得我的车子可以给他们摸到真的是 三生有幸 他们都会一直努力帮我把车子弄好 然后让我有最好的状态可以下场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下去就是想要拿出最好的表现 然后这些祭司都努力的呈现最好的工具给你 让你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实力完整的发挥出来 OK 那接下来我就来讲一下 目标 因为我希望我下次比赛的时候 可以再往前进个0.3 希望下次比赛可以再往前进个0.3 利用这一段时间看可不可以再累积个0.3 然后在之后下一段目标 我看可不可以再进个0.3 再进个0.3 可能就会跑到中前段去或前段去了 那最后那个0.3 我看可不可以体会一下那个极致的感觉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课题是我觉得还有三个0.3要追 我从这一次我学到一个经验就是我学到初学者的心态 因为我开单速车开了5年嘛 那我已经离刚开始学开车很久了 我已经忘记 刚开始学开车是怎么遇到挫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的同理心 所以车友跟我讲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很完整的 就是或是百分之百的协助到车友 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经过这一次 我把我初学的心全部抓回来 因为我真的是个初学者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学 刹车多个前煞 多个打档 哇这个多的东西可就多了 是吧 你的进档退档 你的刹车又带有前煞 真的 我自从这样以后我就有更会可以体会 体会就是刚开始就练习人 他会遇到怎么样的挫折 放心 来跟着我 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段 我很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帮你度过这一段 如果你真的更有心的话 我建议你也可以去西湖找Jimmy 他真的是个很认真负责的教练 好吗 那不然告诉各位一个消息 Jimmy要上来台北了 他要上来北部 他要在北部弄一个车队 OK 这时候北部的车友是不是 你们就可以去找他学习 那如果你不好意思找他 你也可以找我 好啦我只是讲就是真的就是要刻意的反复的有效率有效果有方向有目标的练习才是进步最快的方式 不然你一下场就要耗费轮胎 耗费汽油耗费引擎的磨损 耗费下场的费用 那如果你都没练到东西 那不是对吧 OK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跟车友提倡的 我们有效率有效果 刻意的练习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等Jimmy到台北的时候确定的时候应该就在近期啦 我也会带我两个小孩两个儿子先去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愧疚的是 我如果六日都去比赛练车 我都没有时间也不是就是赔他们时间就变少了 那我都觉得我好像在成就我自己 我没有在成就他们 我好像很自私 我这也是我学赛车最大挣扎 或是练车最大的主案 我其实不怕辛苦 我不怕挫折 我不怕开得比人家烂 这些我都不怕 我怕的是 我没办法赔到我的家人 但是因为现在Jimmy上来台北嘛 对不对 我就想要带我的小孩去试试看 让你看看我儿子有多厉害 这爸爸自己讲的不准啦 但是 因为我也不是想说培养他成为就是真的职业赛车手或是干嘛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运动 可以让你去习惯这个挫折 领受这个挫折 在挫折之后成长 而且训练这些耐心刻意反复专注的练习 我觉得这对你的人生会非常的有帮助 包括我在练车我觉得对我的事业或是对我的学生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帮助 OK 好 跟各位车友讲这个消息啊 你可以期待一下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感谢这一次比赛的那个单位 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越办越好 这个我真的要给个赞 真的是越办越完善 越办越好 真的有把台湾的实力一直不断的在往上推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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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比赛 真的很赞 然后我希望就是这个比赛可以在台湾每个赛车场都办 因为我听过一个前辈讲啊 不能讲名字 等下讲名字又有问题 好不会啦 这个是个就是 有一次我练车 然后遇到就是这个国志 国志 不好意思 国际知名赛车手 好他讲 他的技术为什么会进步很多 就是因为他跑过世界各个不同的赛道 所以他就会经历很多弯道 他就会对车子的控制就会越来越了解 我有被他这一句话 嗯 深刻的认同 所以我希望这个比赛 可以在台湾每个地方都办 每个赛车场都来办一下 这样对我们车手的技术一定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提升 好吗 那 下次比赛应该就在五月啦 五月听说可能会有比赛 然后我就希望那一次比赛的时候可以再往前进一点 然后进到最后 如果我领略掉 领略到台湾极致的感官 我再来分享给各位 好不好 我相信我的资源 有人在帮我我一定做得到 好吗 那 学到的时候分享给你们 好那就这样了 谢谢各位车友 拜拜 下次见